圣洁的天父上帝 被饶恕的罪人 今天聚在一起向你礼拜 求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 让我们从所行的路上转回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即使失去世上的一切 帮助我们不松开抓住十字架的手 让今天的聚会成为这样的聚会 不要让它只是一篇讲道 一场聚会 让我重生被更新 愿这场聚会带下能力 让我能走主所喜悦的信心的道路 让今天的聚会成为 我一生铭记不忘的事件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刚才我想了想 我是 怎么认识任真赫牧师的呢 很快就想起来了 好像是在 监理教神学大学聚会的时候 那是场火热的聚会 不是因为我有能力 圣灵同在的时候 聚会非常火热 如若不然 无论再怎么准备 也只能是 让人长叹一口气的聚会 可能监理教神学生们 需要上帝的恩典 所以赐下了极大的恩典 本来挺拔战地的神学生 蹦的一下就倒下了 然后 教授们上来 痛哭 连话都说不清楚 虽然去过好几次监理神大 好像是 那次见到任真赫牧师的 他是神学生 跟着我 给我说了很多 我不太记得说了什么了 然后来祷告院找我 啊 这个人有任性 肯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牧师 我睡觉的时候 因为害怕 就打开所有的灯 连电视也得打开 这样才能睡着 我是这样的一位神学生 是吗 那从现在开始训练吧 你就在离我院章时 三十米的地方祷告吧 可以完全放心 不管有什么事 尽管跑过来 他就在离我三十米的地方祷告 得胜后 再往后退十米 再往后退二十米 再往后退一百米 后来他去坟地里祷告 牧师 最厉害的地方是哪里 被恶者撒旦攻击 最厉害的地方是哪 那边那个地方 你能受得了吗 可以牧师 然后他又征服了那里 到处去征服得胜 他不断地征服恐惧 努力操练自己 打磨属灵的刀 看到这样的任务事实 心想 冤主使用这一代人 今天 还有件感谢的事 为什么呢 这样的时候都会畏缩 这样的时候都会害怕 我最近和任牧师 白天黑夜的都在说 睡一半雨一半 现在努力撒网 别人都不行的时候 别的教会少了一半的时候 把那一半人都带过来 拼死地服侍 做与不做是截然不同的 出去拼命地做工 不管是现场演出 还是出去传道 又或是关系传道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我还记得 我给他说过这些话 然后 作为那些的一个环节 现在又开始聚会 我真的非常感恩 献上礼拜的信徒 如果你没有安定的教会 正在彷徨不定的信徒 开路教会 已经为你们敞开大门 如果能来的话 会十分感谢的 我这么想 一个月后 我就七十半了 所以有很多经验 也有过很多时间 和主在一起 但是 有一点很重要 大部分的圣徒 或者仆人 都会恳请 把它当成一个讲道去听 这让我心里非常痛 以前听过的 今天再听听 如果是最后的讲道 讲什么呢 我会讲这个 可能心里会低谷 又讲这个 又讲这个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是最重要的 所以经常讲 经常提这个例子 为了让宝贵的话语 进入你们心里 或者这样的心 今天我要讲这篇道 我讲了大概 八千篇道了 不是一篇 我去各处讲道 有时候 一周讲十七次 所以 有许多奖章 也有很多主题性的奖章 但是 比起哪些 上帝啊 我第一场要讲它 如果 让我讲人生中最后的道 我会讲它 我从方舟教会 退休的时候 也讲了这篇道 是的 不是别的 在我的经历中 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就像交代余言似的 如果 我不像真正的我 就会成为杂草 如果大家暂时放下信仰 会怎么样呢 不来教会做礼拜 会去向哪里呢 会祷告吗 看圣经吗 基督教报纸送到了我们家 金亨西牧师说 牧师你看这个 我大吃一惊 教会里 百分之五十的人 一次都没祷告过 不读圣经 只是来走走礼拜过场 再加上 新冠状病毒时期 这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持守信心呢 如果我们自己不持守信心 肯定的是 我们的信心都会见底 连稍微祷告的人 连那仅有的一点也不在了 在某个机关 他们问基督徒 有一半的人说 其实 现在没有疫情了 我也会做献上礼拜 所以要做网上礼拜 为什么 一旦这个僵硬了 那就出大事了 所以 我一定要告诉圣徒 我的信仰 如果自己不保守 如果自己不每天打磨 我们 真能保证进天国吗 以现在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 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外 没有别的 再无得救之法 所以 得救的信心的儿女 必须和圣灵 一起走向天国 如果不走 埋于世界 它能是真的吗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经常说读 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让它成为我自己的 每天灵修这些 我当放下什么 做什么主才喜悦呢 是啊 我经常带给别人很多伤害 现在 我不说伤害人的话 说我爱你 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用自己的言语 鼓励别人 我要这样活 如果读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我的生活会改变 人品会改变 遵照主的话语 我会成为那样的人 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 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 在那里都会倒塌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就算都倒塌了 你们也能进天国 是说这个吗 主说 让我们征战 手犯罪的就砍下来丢掉 眼犯罪的就弯出来 你们这样做 才能走向天国 耶稣赐给我们才能 你们要在世上 过光和盐的生活 要过征战的生活 要在生活中操练敬虔 主给我们说了很多 那这世上的信徒 能有多少人 在过这样的生活呢 各位 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是宝石中的宝石 破碎自己 让这些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每一天这样去生活 这样天天活着 某一天突然去见主了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是没做准备的人 任正和牧师和他也很熟 他信了一辈子耶稣 没见他拉掉过礼拜 从晨岛开始 周四通宵 周五通宵 主日礼拜 从来没有拉下过 但不知怎么回事 却犯了那样的罪 却犯了那样的罪 不害怕的样子 我这样问他 你怎么走到这个地步了呢 牧师 刚开始害怕 刚开始恐惧 但是十年过去了 十五年过去了 将近二十年 就不当回事了 他犯这个罪 这么久的时间 他说到后来 就没什么了 有一天他脸色发黄 你怎么了 牧师 我不去看 也知道是癌症 我会在痛苦中死去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不得癌症受痛苦死去 那么上帝就不存在了 别说没用呢 赶紧去医院吧 去了大学医院 是胆管癌 已经布满了全身 肯定非常痛苦的 尽管如此 他仍然犯那个罪 我得了癌症 即使在受不了的痛苦中 仍然犯那个罪 让我太震惊了 我们一般不都会这么想吗 时间久了 总有一天我可以的 虽然现在这样 总有一天 我会正确势力在上帝面前的 能站得住吗 不能 我们只能以更差的信仰 站在上帝面前 不可能以更好的信仰站立 为了能活出更好的信仰生活 大家要把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每天存记在心 和圣灵 一起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操练 真的 能走好余生的路吗 所以我才讲这个 现在 他已经离世了 不过认真和牧师 我们都一起过去 为他迫切祷告 牧师不行 回改不了 之后 渐渐进入了浑水状态 他说什么呢 能看见那扇门吗 挂着帘子 能看见那扇门吗 那个门 太窄了 太窄了 所以我根本进不去 这是多大的冲击啊 一个牧师破碎的心 主人牧师啊 别提有多受折磨了 想尽一切办法 接近全力挽回 那天下着磅礴大雨 被淋成了落汤鸡 召聚所有牧师 喊着猪啊猪啊 不行 我们 条线是传道士 坐在马可德楼最前面 非常热情地问候信徒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在方舟教会 去主人牧师的时候 他这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的时候 我不让他那么做 我刚在方舟教会上任的时候 是那样决定的 太可怜了 传道士 不用在这也行 你去 马可德楼祷告院 直到去 天家为止 在那里 喊哈利路亚 信徒们都能接受 所以 他来了祷告院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很多信徒 把他当妈妈一样看待 他是我祷告的母亲 他这么说 他说 自己很快去上帝那里了 所以洗澡 他说过一句话 一千名信徒 只有一名 能进天国 这样的话 如果出自我的口 会被判为异端 很多教会会联合起来攻击我 只有主知道 看着地上的教会 有可能 他说的是对的 我也会这么想 怎么能一千名中有一个呢 有时候也这么想 但很清楚的是 如果按照耶稣所说的话 如果那是真的 进天国的人是少的 你们要进宅门 其实盼着能进去 但进去的人是少的 我们失去世上的 所有东西都没关系 即使失去一切 没关系 如果不失去天国 如果不松开 紧握着的十字架 我觉得我们就是 得胜的身心的儿女 尽管全世界都为您喝彩 又怎么样呢 所以 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登山保训 我们要遵守 上帝的话语 直到死的那日为止 每天存记在心里 因为这是主最喜悦的 每天每天 走在信心的道路上 还有一点 如果不和圣灵同行 我们就会失去 在这险恶的世上 活下去的能力 罪不断地引诱 就会跟着罪走 很难遵照上帝的话语去活 罪很容易冒出来 很快会成为习惯 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生生进里面 变得像石头一样一样 谁要拿掉它非常难 有能除掉它的人吗 面临死亡 有人会除掉它 有很多人面临死亡 哭着讲道 原来上帝赐下了这般恩惠啊 所以我们要守好心门 以免它侵入 即使我们守好心门 我们里面的杂草 也会努力生长的 要努力拔掉它们 要常常和圣灵同行 圣灵什么时候会进来呢 现在这个世代 已经成了消灭圣灵 让圣灵不复存在的地步了 那怎么样再得偿圣灵的滋味呢 悔改污秽的罪 让圣灵再一次来到我们里面 让它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祷告 拒止 帮助我们努力想起 上帝喜悦的事情 让我们活着 24小时和圣灵在一起 睡觉的时候 和圣灵说说着聊聊那 睡醒睁开眼睛 从这时开始 不要想别的 刷牙的时候 洗脸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试着和圣灵说说话 大家尝试过一下这样的生活 吃饭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不想光吃饭 和圣灵聊着天吃饭 和圣灵同行 开车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 不要什么都不做 就敬它 抵挡魔鬼 不仅如此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 如果是耶稣 他会怎么做呢 作为牧师 每天都会见到很多信徒 有一次见到了一位信徒 好像我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现在一切黯然无恙了 他说把这个给了我 心里才舒服 面对这种情况 我赶紧做了怎样的祷告呢 主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收呢还是不收呢 收后用在哪呢 求你来掌管我的嘴唇 就像平时跟圣灵说话一样 不知不觉 我的脑子自动的就是那样转的 不用 分享出去就可以 对啊 所以我开口对信徒说 圣徒啊 如果给了我 那也 只是回报我而已 如果 有困难的人 你就分享出去吧 然后 等一切事情安然无恙的时候 把这个分享给有困难的人吧 这样做的话 上帝的恩典就流淌出去 上帝该多高兴啊 我是这么回答的 什么意思呢 对于这位信徒来说 最宝贵的是什么吗 主啊 怎么做耶稣才会喜欢呢 就是这样的事 和圣灵一起对话 而且如果是耶稣的话 他会怎么做 他肯定会这么做的 就这样流淌出去 不停下来分享出去 这样不是很美吗 不仅如此 审查我自己 所有事情都很顺利 越来越好 这间教会的人 也越来越多 来这里一看 这里真的是成长得 非常好的教会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这样成长的话 牧师的第一个诱惑 骄傲 不知不觉自己就骄傲了 怎么办呢 去别的地方 不被抬举就心情不好 要拼死的争战 为了不骄傲 要经常心察自己 最能让我降悲的是什么呢 别人误解我 我不是这样的人 别人说我是善良的人 怎么办才能纠正过来呢 如果被人侮辱 是的 我就该遭受这样的侮辱 如果不这样训练 肯定会自我膨胀 沾染世俗 当我们结束这世上的日子时 那个门太窄了 我怎么能进去呢 这像话吗 一旦这样就完了 不管再怎么拳打脚踢 也从那里出不来 即使在上帝面前咬牙 切齿蒙头垂胸 也不会从那里出来 一旦定下了 如果能再回头 该有多好啊 如果一万年后能出来 不是还有希望吗 绝对出不来 我们在世上活着时 真的遇见十字架了吗 如果遇见十字架了 就和圣灵一起在那条路上 到那为止 在窄路上走到底 这是上帝给这些人的最大的礼物 能失去这个吗 以前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进去 这像话吗 是的 所以我把它当成遗言来讲 我的遗言就是这个 登山保训 与圣灵同行 如果是耶稣 他会怎么说怎么做 应该每天把骄傲的自己 钉刺在十字架上 就是这些 这是我的遗言 带给我最大影响力的人 可能大家听腻了 是我爷爷 他没想到我能成为牧师 想都没想到 身上全是酒味烟味 游走在世界上 一见到我 全是酒味烟味 看到我这副样子 爷爷不看我 转过去 看阳台外面 一见到我 感觉他想赶紧去天国的样子 爷爷会唱 圣洁的福德家 会这样小声地唱赞美 可能因为长孙 不跟随上帝 迷恋世界 所以想赶紧去天国的样子 现在想起来 真是疯狂地想他 他让我活过来 他是我的一切 只有去天国才能见面 爷爷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我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吗 你看到我在方舟教会 马可罗罗祷告院 和开路教会礼拜 讲到了吗 我一定要问一问 爷爷 回天家了 那天谁都不在 小叔叔给他剪完手指甲 我记得是这样 因为这也是很久之前的事 我用湿毛巾 给爷爷擦身体 他全身都是肿的 在医院是昏睡状态 很快就会离世 医生让先把他接回家 所以就把他接回了家 肿得很厉害 也就是昏睡状态 大家都说他会这样离开 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的时候 爷爷 我该怎么走这条路 六天后 我会被安利牧师 这时候爷爷 就像醒过来一样 虽然几个小时后离世了 他说要爱那不能爱的人 饶恕不能饶恕的 不要辩解 和最卑微的人一起生活 就这四句话 那时候空气很微妙 受医这样 好像能抓住一样 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 我认为这是圣灵 在那个恋人窒息的时间 带给了我一生最美好的 无法忘记的教导 我一辈子存记在心 见到主的那一天 主啊 我小时候 教会里满是争吵 我作为牧师的儿子 那时候 那些吵架的人算什么呢 说的话和朴川闹事的话 差不多 假的 知道有多少假的吗 我当时以为我是假的 你知道有多少假的吗 原来如此啊 我们很容易信错 大家要向上帝献上感恩 你们被传讲真福音的牧师牧养 这是在上帝面前 无比感恩的事 讲假福音 把不是福音的讲成福音 不知道有多少 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感恩 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感恩 他们遮盖了 他们遮盖了十字架上的荣耀 他们遮盖了十字架上的荣耀 只不过是死在路上的狗一般的悲惨的人生而已 得到人的荣耀又怎么样呢 站在高位上又怎么样呢 人生已经完了 这样的路就算走一百遍有什么用 为什么呢 如果这样活下去 肯定有一天要去建筑的 现在做的不是傻子干的事吗 各位圣徒 大家也想想 把用言语无法表达的那么美好的天国给我们 我们却不走向他 里面满了淫乱 虚谎这些 为善 犹豫 废怒 全是这些 如果走在这条路上的话 这真的 太让人无语了 在这之前 赶紧死掉不是更好吗 这并不是说我让大家自杀 我们还有机会 如果现在不回头 越往后越刚硬 很难再回到上帝面前 所以牧师见过许多这样的实力 我明白了 所以现在要回转 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就完了 假的 现在要把伪装的毛薅下来 要把假面具摘下来 上帝最厌恶的 大家知道耶稣最厌恶什么吗 戴着假面具生活 妻女就算卖了自己来到主面前 但在奸淫时 来到主面前 主都饶恕 主说我不定你的罪 可是 不能饶恕的是 那些戴着假面具的 法利塞人和文士 不是斥责他们了吗 我一直 把这个藏在内心深处 我有位老师 我的老师 有各种各样的能力 是和上帝非常亲密的一个人 如果我见证那些 我会被判为异端和新识图的 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光景 还有神迹 偶尔会和任牧师一起分享 他 52岁的时候 去了主那里 去世一个月前 和我见了面 他这么说 他会在整三十天后 去见上帝 上帝叫他 真的就在一个月后 非常健康的一个人 睡觉的时候就去了主那里 他说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以为是开玩笑 人怎么能知道这些呢 他说会下大雪 真的就在下大雪的那天 他去了主那里 睡着去的 他离世一个月前 来见我跟我说 自己马上要走了 在这个世上 无论怎么生命显赫 满有尊荣都是无用的 离开的时候都会放下 徒劳无益的事 所以 要把羊带到天国 所有的都给羊 哪怕是视网膜也摘下来 所有的都分出去 我们双手空空的 在天国得冠冕吗 荣耀的冠冕 意义的冠冕 生命的冠冕 这些不会消失 是永恒的 不要暂时享用后就丢弃 我们向着荣耀的冠冕去火 然后去建筑 他说我们在天国建马 这些也都深深刻在了我心里 所以 我自己非常吃力地开始走宅路 走在这条路上的某一天 就在所有苦楚 都要结束的那个时候 好像遇见主后 十三年左右 十二三年吧 现在我都忘记了 也做不了见证了 因为记不清了 上的年纪总是迷迷糊糊的 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经常这样 然而 我遇见上帝后 学习了聆听上帝声音的方法 自从走在这条路上 所有声音都中断了 所以走了一条很累的路 感觉快要死了 凭着建筑时候的记忆 很痛苦艰难地走这条路的某一天 把孩子送去学校了 被丢在路边的孩子 偷盗的孩子 把这些孩子送去上学 他们认真去上学 孩子们上学之前 我一一抱着他们 为他们祷告 你们要用祷告养育儿女 如此 就算被丢弃的孩子 最终也会回来 有一个小会会 上初三 他是个痞子 个子也不矮很端正 打架也很厉害 圣徒将寒水 出席这里的教会吧 应该不远 他上初三的时候 偷了辆车 从安城那边 跑到这中青道那里 这个孩子多么有胆破 后面装着刀 和棒球棍 忽然有一辆好车 开过来了 看到一个小混混 在开车 这被谁看到了呢 被当地的痞子们看到了 那是谁 在我们管下去 那是谁 然后就一直跟着他 他们一下车 一群人 他却是一个人 初三的时候 他开开门 带上一把刀 拿上棒球棍一过去 那些大块头们 直接逃跑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昨天他跟我联系了 他的 父亲 也姓朴 他的父亲 是朴宝勇牧师 他这么说 他们都是像我的孩子一样 他说他想见他 不知道怎么说他 让我心里很痛苦 总是在派出所 进进出出的一个孩子 这孩子要来找我 说不定 就像江寒水圣徒一样 得救了呢 好 你星期四的时候来找我吧 我在马可德罗祷告院讲到 星期四见吧 上帝 在我年老时 那时候 真的是一片黑暗 无数次在上帝面前祷告 也不成就的这些事 怎么最近 到了72岁的时候 他们能回来呢 还有 一位奶奶 把四岁的孩子 扔给了我 这个孩子也上研究生了 成了我漂亮的女儿 两个月后 举行结婚仪式 和方舟教会的牧师 举行婚礼 人们的建议都是这个 牧师 作为爸爸带着他进礼堂吧 对于这个我没有自信 让我主婚 我有自信 如果我领着他进去 我哭起来了 可怎么办呢 这当中有很多缘由 上帝让我在最后的日子 一一结出那幸福的果子来 这个孩子 为什么要来见我呢 既让我心跳加快 但也有一丝担心 我就这样 走过了苦难的岁月 曾经为他们祷告后 再让他们上学 他们走后有人在叫我 我出去一看 没有人 是不是13年前 主呼召我的那个声音呢 跑到讲台 低着头呜呜地哭 光哭了 光放开声地哭了 为什么呢 我本是心软的人 但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 大部分都是我无法承受的事情 不久前 我去了四四岸城 和这里的任牧师 还有江寒水一起去过 就在不久前 好像是上周吧 在这之前也去过 最近去了四次 那是郑太军宣教士 在非洲的宣教士 一起生活过的孩子 他也是曾经极度痛苦的一个孩子 现在作为宣教士 被拆遣出去的 成了一位超强的宣教士 我们两个 去了安城 走着走着 牧师 那里那里 那里怎么了 牧师 你想不起来那里了吗 想不起来了 那不就是牧师挨打 被羞辱的地方吗 我小时候想着 要把他们都杀死 我用眼神提醒他 不要这么做 待着别动 他动 他也会被打的 不知道 完全想不起来了 你想不起来这里了吗 想不起来了 在那边有个 换币商店的叔叔 一去那边 那个叔叔就用拳头打 打倒后用脚跺 那时候很多次被打 能想起那里 想不起这里了 牧师 你被打得很厉害 是啊 那就是我的生活 是非常累的生活 所以那天 我只服服下来哭泣 我的仆人 应该是主吧 是13年前的主吧 我听后只放声哭泣了 然后我开始听见 心里有声音 我都看见了 我浑身都颤抖了 我应该做得再好些 真是的 我应该再努力点做 这些进入了我心里 爷爷的话 我老师的话 还有我所感受到的 和我都看见了的 圣灵的声音 说是假的的那些话 这些都刻在了我心里 圣徒们 这不是圣经里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我不会要求大家 像我一样去相信 然而圣经通过 马太福音567章 很清楚地对我们说话了 不仅是马太福音567章 别的经文一样 别在告诉我们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 上帝都在看着我们 我们在世上 犯一个短暂的错误 真假就是一张纸的差异 说不定我们也是假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是谁 我正走向哪里 我是真的吗 我如果见到主 主会说什么呢 如果不想这些 只是来回走走礼拜的形式的话 很有可能会成为假的 遇到主后 我进到了山里 因为无处可去 在山里 基本也没有什么吃的 两年的时间 当然也见过人 但是基本上不见什么人 与人可觉 决定要和上帝一起生活 在山里住了两年 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圣经 不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吗 很可怕 有土坟墓 一家人被杀户 埋在了那里 多少人害怕呀 没有一个人 恐惧害怕时 我就去坟墓 硬着去 我要征战得胜 我必须有让魔鬼退去的能力才行 在那里开口祷告 因为是在山山里 不就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吗 如果要讲那些 就算熬夜讲一个月也讲不完 在那里读圣经 上山祷告 读圣经 上山祷告 两年的时间 有的事情 无法做见证 是我与主之间的事情 主让我明白 让我大吃大悟地明白了圣经 一旦拿起来 也不吃饭 从早到晚的赌经 因为晚上 要去山上祷告 祷告的时候 主会复辟保护 在那里睡醒起来后 身上不沾一滴露珠 躲避 现在得躲开 什么呀 睁开眼睛一看 卡其色 有点像灰色的毒蛇 正在看着我 经历了许许多多 然后读圣经 再读圣经 像火烧爪般的领悟 读罗马书的时候 滚在地上哭泣 有过这样的岁月 圣经变得越来越简短了 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呢 怎么样 我才能得永远的生命呢 我问耶稣 耶稣说什么呢 永远的生命 我现在正在讲天国的事 怎么样才能进天国呢 耶稣这样说 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 爱住你的上帝 这是进天国的方法 如果我们不这样爱上帝的话 我们很难进去 这是主说的 各位 真的爱上帝吗 不要随便打阿妹 我们真的爱他吗 真的尽心 尽心 尽力 尽意 凭上一切的爱上帝吗 而且 你们爱灵世 如同爱自己吗 我们很难做到 我也做不到 能随便地回答阿妹 但真灵到我身上的时候 坦白询问自己是 我做不到 我好像更重要 我好像没有尽心 尽性 爱我的上帝 可是 有一点很清楚 我总是抓住十字架 和圣灵 一直生活 因为有这样的生活 所以不足的时候 让我能得以明白 而且 真是有我无法容忍的事情的时候 但是 主让我用 马太福音 五六七章去比较 在这样去看问题时 我应该被 碎尸万段 应该被碎尸万段 虽然很难 但你尽性 不更容易吗 直接做了 直接做完 即使被侮辱 即使被惨痛 和毒辣的羞辱 也把该做的事 都做了 为什么 如果这是主喜悦的 就要这样做 如果这样继续做下去 很奇妙的是 这些就会 刻在我的身体里 如果从小事上开始 那么大事也呢 非常果断地行出来 我不是在装强做事 从操练敬钱开始 从学习放弃开始 从脱离自我的执着开始 这样就能顺从 我是这样想的 怎样默会呢 圣灵 我要走怎样的路 怎么去走呢 得出了结论 如果不遇见十字架 不走窄门窄路 若走宽门犯着罪 我们仍然可以去传道 即使我还是紧抓着不放 现在误会的罪孽着顽固不化 我们仍然可以做 有恩典的礼拜 要灭亡的人 头上长着脚吗 要下地狱的人 会以撒旦的形象 坐在这里吗 不会的 即使在信徒中 即使有金钱的外貌 里面是撒旦的样子 有许许多多的罪求 一千名当中 一千名当中 很难有一名能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这句话 如果生活中 不真正的转回 简单的说 如果不悔改 不遇见十字架 如果不总是刑查自己 如果不站立在上帝的话语面前 如果不与圣经同行 到头来 肯定会自食其国的 我真的能进天国吗 是的 就算 我服侍 非常热心的出席教会 即使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了 如果不能真正得救的话 生活不能与所蒙的恩相衬 虽然是靠着十字架的宝血得救的 如果不走向成圣之路的话 很大几率上会成为假的 所以我要讲这个 我讲到讲这个 今天怀着这样的心 我要讲什么呢 想着想着就想到了这 现在要进入本文正道 但是已经到结束时间了 我本来说要讲五十分钟 现在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 大家知道就行 该好好讲了 大家知道一下 本来想着讲完这些就结束 但是觉得就这样结束还是不行 我这是老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们家里有四棵柿子树 树上果实累累 其实很多果子 我喜欢果子 有苹果树 枣树 柿子树 也有五花果树 种了各种各样的树 母亲总是说 把这些都砍掉 种上些花该多好看 为什么种这么多树啊 我这样看过去 总是见到有人摘柿子 我不是说这些人 怎么像小偷似的 偷人家柿子 我觉得有意思 他们摘我们的 迅速摘下 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幼儿园 孩子们摘下来 带到幼儿园去 以前呢 我觉得怎么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呢 现在好像上了岁数 看见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且树上不仅有麻雀 还有其他奇怪的鸟飞来 啄了柿子后 望天 就像喝水似的 突突突啄了后望天 他们太可爱了 所以我下了命令 如果把柿子摘下来 够我们在场的 所有人吃的 还能留下 不管我们家的什么果子 都不要摘 让别人去摘 让鸟去吃 别人肯定觉得 我们家很奇怪 因为柿子树上的柿子太多了 那么 闪过一个想法 我们正太军宣教士 去的是 最终极其困难的地区 波兰卡布拉部落 他们互相残杀 他们卖这机关枪 如果旁边的部落 来到我们领域割草的话 他们就去学校开枪 把所有的孩子射死 连老师也都杀死 那边的人也过去报复他们 所以都害怕 没有宣教士过去 我们必须要打通北部 北边全是穆斯林 不是有索马里这样的地方吗 和这里离得不太远 最大的障碍 就是那里 现在第一次在穆斯林那边 挖了井 建立了教会 现在那里不是十分火热吗 从那里开始 往北边出发 我们的宣教地就在北边那里 因为我要打通北边 让穆斯林听到福音 为此要先建保育院 好好培养孤儿 并且建立教会 虽然会遭遇苦难 但是为了向那些人传福音 所以 现在买了地 在那里挖了井 那里是沙漠 不出水 然后 有一个最可怕的寨子 正太军 宣教士 他们一家人 进入了那里 彼此残杀 所让宣教士进去 放在废塔上 点火烧死 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 听到我讲这篇道了 她非常惊讶地跑向爸爸 爸爸爸爸 我们真的要去那里吗 嗯 我们得去那 去那里成就上帝的旨意 所以她从非洲回来 在那上了小学后 转到这儿来 着急的时候 就会说出英语 大声喊叫 不行 我们得去 向那会保护我们的 我在她家地下 用混凝土 给他们建造了 危险时躲避的场所 为什么这么做呢 听到孩子的话 我非常感恩 牧师 我生活得很贫贱 脏兮兮地长大 母亲喝农药 自杀了 姐姐上吊自杀了 而且父亲 酒精中毒 牧师 我出生在这样 被咒诅的家庭中 本来也是酒精中毒者 现在 走上了仆人的路 我一点也不害怕 如果能在那里 荣耀地死去 我觉得我是 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山上舟和这个孩子 去了最后的两天 一夜的旅行 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不祥的想法 你和我一起去旅行吧 所以和他一起去了树草 他问我 牧师 什么是爱 我想爱上帝 向众人施舍是什么意思呢 施舍和爱 是怕对方伤心 所以我心里更痛 怕对方觉得抱歉 所以我更觉得有愧 是的牧师 昨天 他发来信息 牧师 爱和施舍就像 为了那人去死一般 我们为了主耶稣 一定会施舍的 真正去爱 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是的 我们不是还没做到这种地步吗 但是我们可以竭尽全力 把所有的事情 摆在上帝的话语面前 早上起来 准备要离开了 在树草的时候 有只鸟 总是来来回回地在房间里飞 那天特别冷 我们早上没有吃饭 想着去春川吃铁板鸡 但是去的时候带了柿子 我喜欢大红柿 所以把柿子分成两半 打算在房间里吃 觉得那只鸟很可怜 谁都看不见 我只把柿子吃了就可以了 但是够鸟吃一两个月的 所以我把那半个柿子 放进了鸟窝里 然后一看 树上其他的鸟也想吃 我又把一半 放在了阳台外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正太军宣教士 来到了我身边 牧师对飞禽 也施舍 我本来想把这个给女儿吃 如果非洲的孩子说饿了 我就给那个孩子 真是非常感人 毫无希望的孩子 永远走向了这么宝贵的 新兴的道路 为了主 尽心尽性尽力地爱住 我想到了这些 我最近觉得 自己是个幸福的牧师 今天 本来想一直讲下去的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下次再见面 一起分享上帝的话 我们开拓了 一间教会 我一直想给 金城俊牧师 开一间教会 所以让 马可德罗祷告院的 一千人过去 开拓了一间教会 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金城俊牧师 做得非常好 讲道讲得好 这样下去 肯定会成为 有名的牧师的 人数越来越多 然而 有一天 在肯尼亚 有一间 三十人聚会的教会 来邀请 金城俊牧师 三十几个人 他现在牧羊 一千多个人 万众一心 他来找我 牧师 有个三十人的教会 来邀请我 我不会勉强 他说 去吧 不去吧 都已经长大了 我也退休了 没办法这么说 你是怎么想的 如果牧师说 让我去 我会全部都放下 哦 不错嘛 我心里这么想 按照 从我这里所学的 你来做决定 我不能说 如果按照 牧师教导的 不是应该去 小地方吗 如果你不在 我要去那里 讲道不是吗 他本人说 我要下到卑微之地 非常感谢 昨天 去了肯尼亚 带着他的儿子 还非常小 昨天 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谁都不要去送他 让他孤单 凄凉的去吧 一个信徒 也不让去送 也不让传道士 父牧师去送 为了让他 走孤单的路 可看起来容易吗 有一千多名信徒 能保证他 出人头地 他把这些都放下 去了三十个人的教会 而且还不是 韩国的教会 去了在非洲的 极其恶劣的 一间教会 容易吗 昨天走的时候 他说牧师我要走了 好的 一路平安 然后 挂了电话 我在主面前祷告 我是幸福的人啊 我不知道别的 通过 这些孩子们 这些仆人们 过了结果子的人生 非常感恩 走之前 也就是几天前 他们一家人 一起做礼拜的时候 因为孩子认识韩文 小的孩子 也能读成句 就在轮流 一起读圣经的时候 轮到 女儿要读了 女儿读的是 《石头行传》 二十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现在 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 要遇见什么事 但知道圣灵 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 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孽 也不堪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女儿读这段经文 妻子痛哭 她自己也痛哭哭泣 读这段经文的女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哭起来了 儿子看着 爸爸妈妈姐姐都哭 她也跟着大声哭 我心里悬然预期 牧师不要担心 我会拼命 把牧师里关心的事工 建立起来的 是啊 你是我儿子 按照我的心愿 达同北边 她昨天离开了 我们的人生 在世的享受 转瞬即使 现在世界中的人 只愚昧地看着世界 我们不要这样 我们是承受天国的宝贵的圣徒 从现在开始 我该怎么活 今天晚上大家再次生死 从现在开始 要活出结果子的生活 让主喜悦的生活 我们一起热心地走窄门窄路 奉主的名祝福大家 成为在天国相见的宝贵圣徒 我们来祷告 圣经的天父上帝 让今天晚上成为绝职的世界 为什么总是不行呢 上帝啊 难道真的是一千民中 只有一人吗 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儿女们 因着极可沐浴来到这里 让所有人 都从现在开始 奔走这条路 让我们不看这世上的一切 让我们单单仰望 定死在十字号的主耶稣 从耶稣基督的圣名 祝福祷告 阿们